他们可以接受军事 但是不能接受限令 是吧 VG没什么反手啊 是往吼道然接个大截秒了 对 反手是个问题 而且敌P是一个核心位中单 对吧 装备的话不好去秒他 看一下VG对线其他怎么样 这把不能接受限令 阵容感觉是新城要好 容错率高一些 往后打的话团战也是他们要强 看要怎么给这个敌法师压力 prepare for battle 女王中路 泡姆加力尺 猴子先去下路 新城是可以拿医学的 这个阵容 四人开悟 依旧是这个出门 但是这次 他们的行走路线方向是下半区 找自己的幻影长矛手 而与此同时 提马斯特这边呢 下路也是投入了三人的兵力 哎 坐眼看到了 啊 弄瓦抬手段视野了 医学小分队没有成功 准备来迂回包夏 好吧 这边的话 提马斯特好像是预警到了 狮王直接招战英了 把猴子那边也打走了 截剑 射中 费德 不慌有鞋子 是不慌啊 他们这边也超强 嗯 应该冲上来就直接反打了 对 危机想拿医学又是没拿到 这不是想搞这个中路的医学的 想抓一下这个死亡先知的 看能不能找到你这个坐眼的一个timing 或者说有人想过来 看我这边是否有眼 这个金币服还是要拿的 而且还是看情况 小豪猪也在这里护着 实在不行的话 用这个小豪猪 算了 猪也不给你 走了 双服对双服 地法师这边还想抢一下 哦 学布林克的 可以啊 三服 哎 不是吧 看一下啊 哦 双服双服 不好意思 那个服 地法没抢到 双棚双服开局 这下海明直接要勾兵了 没勾 他想轮到上路去 好像想拿医学 嗯 有这个想法 踢了一下 接上一线 这里海明来了 摔角 小航家开启了 A道 再逼过来 啊 这一波主要是 冰魂的这个位置呢 勾引到了VG的人 嗯 这个VG想这个冰魂在这里 看嘛 这种位置 杀他 他就杀他了 结果就上钩了 掉到了 费德这波呢 费德这波是绕到了一个 勾兵线的位置 然后踢的 看下中路这个对线 看下中路这个对线 4-2 5-2 到时候身上还有大有高的 上路其实星辰还有继续动手的机会 嗯 但是海明没有着急 他这波的话是想找机会去看能不能找角度贴这个女王的身 耗一下女王呀 蹲一下两分钟 呃不是不是蹲两分钟啊 就是想找机会绕一下 他他如果要绕啊 等那个女王把Blinker浇了才行啊 再压 这边啊全是在压状态 在压血量 大药膏已经吃了 嗯 没什么机会 感觉还是上路好杀人啊 中路不太能出机会啊 对对对 走了 上路这个巫妖的 很好杀的 来了 波波卡 替能没有出手 马尔斯也在 上路是个三打三 下路那边打成一个单solo了 这样的话猴子跟兽王其实都能接受 这个兽王要好像厉害点 嗯 这个猪对吧 你如果是单solo没人打猪的 本来降游是可以在线上点一下兽王这个猪 对 除非猴子到那个六级 有了这个大招之后 就舒服一些了 六级之后猴子就好打兽王了 现在不太好打 不过兵线的兽王这边一直压过来 不行了 力尺还是回来了 把他的丁鱼宝贝叫回来了 敌法师大战猴子 让我想到了一个曾经的梗 嗯 狂扬狂 可以啊 B过篮 逼跳跃 消耗一下状态 Auster呢 他们这个运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要保敌法师前面线上肥 然后基础装备出的快 让敌法师好过渡一个狂战斧 哎 这个毛扎的有点偏啊 好 CG没什么蓝了 他反正就是不放技能也要被削 对吧 对 狮王这边呢 现在等级前面 战线站得比较稳 等级起来之后 现在也不怕这个力尺了 小豪猪粘住 自己这边吃了弄吧 往后撤一下 对啊 先优先打猪 早就会把这个猪打掉 嗯 这猪哎呀 这个细节不到位啊 与此同时 中路这边呢 也打了不消耗 下路是个奥数 女王这波没瓶子 可惜了 吃了吧 一个好的射王是不能让对面杀猪的 嗯 要一直反补这个猪 死亡先知 瓶子先到了 瓦子这边补刀还是比较稳定的 上路又是逼了一波PYW的状态 骨灰盒很早就做到了 5分钟马上要到控服的时间节点了 海民压了对面泡沫的状态之后 站在对方的一个高坡上面飞得 雪球帮忙定位 接上一箭 这个服呢 结冰了 波波卡有危险 羊是控到这个金币服的 一踢配合上泡沫的普攻 带走了对方的冰魂 下路这个金币服还没人吃 看子龙绕过来的时间够不够 好像还可以能吃到 挺好 猴子到6了 现在他在打这个兽王就不处了 不过PY有危险 被小豪猪粘住了 兽王在跟着 灵魂之马打上之后 猴子往前冲 自己的话这边有点吃不住了 回头想接奴 没成功 但是进入到防御塔的范围之内 兽王也被换掉了 这波是强拼了一波 兽王还把被塔砸死的是 但其实这种情况呢 猴子也能接手 力尺也能接手 死的是个三号位 独标消耗 给Nova打消耗 女王这波有大招 西红巫术先逼出来 PY有一个这个幻象服 这个状态 Dbuff给解掉 猴子有大就不怕了 把这个幻象不停的往前冲 就打这个小豪猪 不停的拉 不停的拉 敌法师上路呢 在有队友的保护之下 其实现在站的也挺稳的 还行 两边三号位的补刀差距不大 中路就比较热闹了 现在女王有大了 酱油呢 就一直抢中路的视野 要压对方终端那个视野 让女王好打一点 中间了 死了死了死了 一口尖叫大招 没了 加冰盾 双冰盾 不好追啊 女王逼过来 给独标 给普攻 杀这个冰魂 杀了个骨灰 三级的独标 不太好杀了 马尔斯也无所谓 反正我没蓝 你砍吧 是的 砍我也不掉血 战营开到视野了 马尔斯呢 在没蓝有魂接CD的状态之下 线上打敌法压力也不大 正反补 顶盾正反补 双酱油 在压下楼 完兵线之后 召唤物有点多 立志跟这边泡沫配合不到一起 泡沫不太好出剑 女王现在没大了 奥瑞就刷钱了 战线刷刷钱 现在两个酱油一直在游走 但这两个酱油联动不是很厉害 对 它不像毒狗那种 配合默契程度特别高 刚才那个杀DP主要还是 POM的这个先手剑 玩得好 射得准 对 中路海民在蹲的 发现对方这个酱油 一直在疯狂搞事情给压力 而且燕方在中路的视野 一直是个烈士 他们发现这个视野抢不回来了 所以说给DP做了一个后方眼围 让他推完兵线去刷野 哎呦这把DP是挺穷的 嗯 这样压力是落在了兽王身上 就要靠这个兽王来拉开空间了 我们看到这局危机给到中路的这个真眼啊 就发现了他们对于中路 奥瑞这个痛苦女王的一个看重性 四足真眼 把这个中路上路河道跟下路河 视野排干净了 嗯 这波应该是想找一下敌法师 看到塔下有个冰魂 直接动手了 一样没法进 赶紧走 这段时间只有兽王有节奏 敌平跟敌法师都是需要刷一下的 看有没有跟兽王配合的机会啊 而且他们这波呢 带DP下来潜了下路这个前哨战 上路前哨战已经被站住了 奥瑞还有点想法 好像双前哨战要没了啊 跳跃过来借心乐 一个超声过大招 卸他 再抢来不及了 嗯 这个冰魂有点惨 一直当炮灰 嗯 经验方面的是阿斯特这边转一些的 两个前哨战都是夜演的 下路好像是想要推塔了 DP开大 嗯 现在的猴子的发育情况比较好 他没必要抢手这个塔 什么人也在上我吧 高材 是的 直接走了 敌法师立格发育情况也还可以 自己几方这边进入升幅还没吃 奥瑞这局是要走这个A帐的路线 吹风A帐 先补A 暴输出 没封好 想干嘛 这子龙你也想动 上路开始逼他了 兽王现在两级输 一眼方是给到了下路猴子这条线的一个压力 兽王两级输 我现在看很多兽王都是一级输 然后就不往后面伸了 那个要做 就裸这个三级输了 对啊 嗯 那种兽王的话应该是团队性的出装吧 就是做祭品笛子那样 他是会不把跳的 就这样就是 有一个强牵手嘛 嗯 一级输就当杀线工具了 马尔茨被面沉默了 西魂巫术先吸起来 冰盾一跤 杨发现不能打了 一毛扎一下 滚上来 顶盾 能不能 还是死了 听不出来 说兽王来了 嗯 虽然冰魂没大 但还是人多力量大 上路呢 痛苦女王补了拨经济 Dyia'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强 漂亮 二维打了半天打工了 这个铁罐 哎 兽王在下路是被打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这波直接被碾死了 灵魂之马冲刺之后 幻想叠起来 A死了 这个单杀了吗 是 对 A死了 哇 这个怎么 满地的 满地的这个幻影冲锋 两波冲刺了 应该是 敌方大哥单杀了 这猴子更肥了 输出很高的 他现在是换上这个冲刺 白子攻击能达到180 耗目开大 一毛扎树上 再接剑 踢一脚 A一下 马尔斯马上有大了 这波奥数神父的DP 这个野怪不想给 冰魂是在中路塔下的 冰魂好惨啊 还没到6 没在中路混啊 情形死的太多了 天徽试验 发现兽王了 这波呢 前哨战是天徽的 猴子有踢 猴子可以过来 不太想跟这个 带有奥束缚的DP打 让这个DP一会顶个奥束 开个大 不合算 猴子散失了呀 十三分半 甲腿双膝带魔棒散失 全场进地第一 6800 猴子好肥 这觉得等级也高 因为他是那个 单 就线上单打守王的 对 捕到又是全场第一 然后刚才又单杀守王 团队经济危机领先了2000 这波 马尔斯低波下 这里冰魂是有大招了 女王B过来了 这波有威胁女王 好大 冰魂大招给上 哎呦 能撤吗 冰片封住两个 马尔斯被迫交大 吸魂无处吸住 吃了口魔棒 DP要被秒了吗 被秒了DP 这波马尔斯的一个贴墙大招 配合上力士的一个大招 伤害拉满了 这个皮尔斯的马尔斯啊 嗯 就是不一样啊 声音很大 死亡先知之英雄 没神域者 还是 接毛 跟剑 上骨灰 再接冰盾 跟踪啊 还有辛弱的伤害 哇 小节奏不断 危机现在 你就会发现 羊的这个马尔斯 找节奏找得好 对的 跟这个第一局的马尔斯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嗯 他现在也不带女王打 你就发现这几波 其实小节奏找的 也不带女王打 也不带猴子打 他马尔斯这局配了个巫妖嘛 大招框上之后 有个巫妖后手大招 就更厉害了 对 二缸二缸四 暗玉 DP 吃骨灰了 小骨灰 小骨灰 拉 牦 在墙上 三十猴子 残血救一下冰魂大招 马尔斯 打到了 这波敌屁 吃了个大招 还没死 猴子要死了 猴子是被带走 这波反打 漂亮啊 荒木也是被收掉 这波海鸣立功啊 海鸣这个雪球 嗯 费德救到了 而且这波月塔呢 是带着无解肥猴子过来的 猴子本来想着 自己算是第一波 要来收割的 这波是有人在蹲这个DP 而且女王第一时间不在 这波是VG的一个失误 兽王好大 冰魂大招 又来了 马尔斯高不火 技能能不能全放出来 这个位置 兽王好像有危险 被点死了 打了一个互换 现在PYW满级的星路 配合上历史的一个 这个技能伤害 还是不能忽视的 女王没大 接剑 给到女王沉默 这波女王可能要没了呀 哎 好累 一直在搞一些这种危险操作 嗯 他选女王这局就是挺容易死的 因为有一个沉默嘛 加上那个海鸣什么雪球都有控制 吃了个片沉默 然后雪球滚过来接了一下眩晕霉了 他这局是要出吹风的对吧 对 但是他先做的那个什么 先做的A仗 先做A仗 一般 要吹风 对 一般走这种A仗路线呢 大家都会考虑先做吹风 吹风在A仗之前对吧 嗯 这把呢 他可以看前面节奏比较好吧 直接把A仗做出来 马尔斯连死了两次 经济一下子掉下去了 这两波是帮这个敌屁回了点血 嗯 猴子发现不打了呀 猴子发现 刚才那波自己被灭了之后不打了 出分身了 没分身没我 看下这个敌法师的装备吧 敌法师 应该是 还没狂战 应该是他在运吧 狂战 正在运过来 运营锤 前面还有个信尸 他这三个信尸都在往外飞 也不是吧 后面这个 哎呦 信尸死了 这个有点伤啊 太错节奏了 这段时间还是VG经济领先的 因为他们这个猴子非常肥 嗯 他死历子 但是 之前累积的这个经济优势很大 黄战斧拿到 下路兵线带过来 BP直接开大招 这波要接 PYW就位 力尺就位 看技能怎么给 对方有三级输 战营开到了 三级输贴身 先把力尺秒掉 对 力尺有买 但是没有踢 马尔斯有跳的 出来之后过后 猴子这波也来了 敌法师就在边上 马尔斯没蓝了 还是要强推这个奥塔 开了个塔房 不打了 不太好推 撤了撤了 杀了个巫妖 那接下来感觉VG要开悟了 因为现在DP是没大的 抓这个真空气 女王这波有大招 而且女王应该是拿到自己A杖了 力尺身上有雾吗 没雾 泡姆大招也用过了 买雾了 我说DIY带雾出来了 泡姆刚才是也买了个雾 我看到 两个雾 但是大招在CD啊 兽王还有大 因为这是要杀这个皮尔斯吗 来了 骨灰 先给大招这波滚出去啊 还行 哎 他被吸住了 卡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哈哈哈 冰魂也不太好跑 女王要有Blink吗 B没用 不敢随便B 两个核心遭遇了 这弹回来的这个幻象有点厉害啊 嗯 经济差还是没拉开的 跳 锚 杀 小节奏 要趁这段时间敌法还是参战不了 这个时候是星辰的真空气啊 敌法参战不了 一屁没大 吹风接剑吗 没有角度射中啊 接到了 马尔斯一锚 那 两个敌法师 大招给上了 输出拉满 但是敌法师还是没有死 不行不行 差女王的一手爆发 力量夹腿啊 差女王的一手爆发这波 三个人输出还是低了一点 嗯 本来是一波很好的机会啊 冰片封住了 海民还是上了 这个费得上的想强化 带走 海民是被这个星达吼到 炮秒死 一划二 颜色 哦 瘦王过来了 对 这种小节奏还是比较多的 嗯 那这波还想打 跳过来扎住 死亡仙子要被秒了 这波反手打得好啊 又是杨的一个先手 利用这个胖大 点护 过来打了一个灰马枪 这波 微技能接受 对方的dp死了 估计也可以猴子 现在这段时间猴子的战斗力要比 比敌法师强很多 直接出蝴蝶 而且有些地方呢 这个兵线 生辰不敢带 现在经济领先多少 微技 5000 5000到4000 猴子领先对面敌法2000经济 他主要是还有参战的能力 嗯 参战还能说人头 3-1-1 兽王更新了一把跳 死亡先知现在穷呀 现在是死亡先知最关键的一段时期了 嗯 就这个BKB啊 怎么做不出来啊 关系到他能不能站住 他现在经济跟马尔斯一样 这波开悟出来 蹲敌法 敌法必走去刷钱了 天徽那边师也发现敌法师了 先把鸟给清掉 下路这个伊塔不太敢 吼到QP 哎哟 这个暂停叫的很微妙啊 嗯 还是感觉救不下来了吧 商量一下有没有什么抢救的方法 没有了 没有了 离得这么远 好像我还是跳过来的 嗯 没有了 这个被吼到就没了 还是在同样的位置啊 就这个浮点 对吧 他上一次死也是在这个浮点 对 去吃了个恢复 然后没了 这波呢 这种地方就特别危险 他浮点河道 阿斯特会不会考虑开大打盾啊 没有这么想啊 开大打盾有点危险啊 这QP活的还是蛮快的 嗯没打没打 不能打盾 猴子要直接做冰眼了 危险还是三人小节奏 现在就是羊带队来打 天辉这实验发现死亡先知的一个行走路线了 而且他在点这个前哨阵 来了 死了呀感觉 没了 救不下来了 死亡先知先行阵亡 然后冰魂也没了 大一雷就是 羊这把这个马尔斯真的节奏感很好 所以敢选呀 皮尔斯 这个比较马尔斯 皮尔斯 打盾 打肉身 这里又来到了诚哥不能死 这样的一个故事线啊 诚哥要出圣剑 感觉现在要海明跟着这个死亡先知 冰魂跟着是没有用的 海明在不跳 废德要把跳刷出来 这个中单上的经济呢 虽然差距不大 但是现在死亡先知因为没有关键装 BKB他站不住 这痛苦女王 他其实 哎 吼到了 敌法切入 开分身 法力气功大死 把十一反一下 但与此同时冰魂也被切掉了 这波敌法必走 有幻影冲刺 对方招换物很多 先不着急 哎 把这个反补了呀 这段时间猴子带盾 星辰还是要带线 打机动性 看一下XXS这个兽王这段时间 带线流完的怎么样 昨天我们看了一下 在U-Home Face边那个兽王带线 效率很高 下路兵线是在二塔前的一个位置 死亡先知跟敌法再推上路线 Dia'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波 一眼方有试一眼 发现了PYW 海象神拳牵手 范围沉没跟上 炮物是有买的 看到伤都漏了 兽王下路也出来 带线 现在就打带线牵扯 兽王自己这边有踢 这边巨押海冰跟死亡先知 还想蹲一蹲啊 诶 这个敌法 没戳到一个风骚走位 想动痛苦女王 得再往前来一波兵线 而且女王不带了 还想杀奥远 这死亡先知这样好伤啊 冰魂又被找到了 马尔斯直接交大单杀了 给个冰盾 力尺来了 但是力尺不漏 要漏吗 Dy不漏 女王再B上来 这个前哨战是天徽方的啊 下路野区打了信息了 没人 主野区没人 上路想动 我感觉阿斯特他们俩这样动会出事的 泡沫开大了 海明跳过来 原地选择TP走 有拉 下路这边的敌法也开始越了 吹风 戒剑 匀住 上骨灰 兽王大招吼一下 抬手自己的敌法师 赶紧跑 这费德刚才敢动了 这个DPBKB终于要做出来了 嗯 树林里还有一个人 XXS 还想再断波兵前 他可以拿斧头刮一波 两个战营开始也 招招换武 刮一波 再跳走TP 再招战营 天徽用扫描了 直接TP 天徽用扫描了 直接TP 女王也要被单杀了 这没蓝啦 他敌法师没蓝 170是拉 这波怎么这么尴尬呀 呵呵 他刚才应该算了一下蓝量切甲腿也不够 切腿也没用 有一波单杀的机会了 大招没打到 你别说T-MAX这段时间 他们这个带线牵扯拉扯打得还行 让维基一直没找到突破口 经济差也没拉开 兽王攒了2300块钱 死亡先知也是如愿拿到自己的BKB 双方中单的经济其实是持平的 这段时间 而这把也很穷 他不肥了 他BKB还没做出来 嗯 猴子的经济呢 也被敌法师带线刷刷的比较靠近了 出了一个阴锤专门 要打吗 开悟了 死亡先知BKB第一波 来打一波 兽王的一个单体定人大招 就非常关键了 看他定谁 他定谁 队友就必须要激活秒谁 对 单抓人就无所谓了 但是在开团的时候就特别关键了 对方这局反手技能不多的 蹲销了 没抓到人 YERS呢 这边他们的幻影长毛手 深渊也有了 马尔斯顶了波上线 在对方的一个主野去刷了一会儿 发现没人 跟自己队友说小心下路 自己的主野区天徽没有一点视野 主野区不敢进 危机也明白 泡沫开大掩护一下 对方已经在自己几方这边做好了 视野了 而且有三级出的一个真实视野 没有针眼 再包一圈 30分钟这个金闭符 天徽绕过来 在对方金闭符为做了个视野 但这波的话 阿瑟如果原路撤退的话 他们视野上是个劣势的 蹲下金闭符先不吃 守皇这个老鹰有没有那个 用小豪猪去探了 三级出过来反一下 战营也来了 时间到了知道这边有眼了 正好这个召唤物什么都时间到了 嗯 知道了 两边上在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啊 对 因为危机这个阵容呢 他们打先手其实还行 但是打反手不强 除了马尔斯的一个震慑大招护震行之外 他们要避免对方有这个视野上的优势 自己被先打先手 所以说很谨慎 而且这段时间呢 你其实打到30分钟 中期这段时间 经济差其实没有拉开的 这4000经济一波团的事情 危机打赢了呢 可以尝试性逼高地 然后阿斯特打赢了呢 他们这个经济差就翻回来了 就一波团 尝试差在这个4号位上的 嗯 费德这把一直在跟团 而且他的装备只有一把跳 基本上没怎么刷钱的 五刀上就能看得出来 蝴蝶了敌发 现在是2万敌发 2万敌发打2万猴子 上路开悟蹲敌发 插了真眼了 知道对方这边有视野 让冰魂八眼反一下 开悟的信息也被 危机的队员得知道了 继续打拉扯 等机会 三分钟 继续打开悟 第三局很谨慎 因为两边都是那种 没有什么强反手的 不可能也被秒凤 马尔 gan 猴子爱做自己的BKB 猴子进箍棒了 敌法师准备出BKB 双方的一个C位上的装备出装 不一样 猴子这边就是打切入一波爆发 利用自己仅有的这种短暂控制 以最高的输出形式把你给杀掉 而敌法呢它是走的一个比较平滑 偏向于正面的一个道具 它自带切入 然后更新了个小晕锤 然后准备过渡一个BKB 少吃一些对方这种法系技能伤害 还有控制技能 也没毛病 但是后面冰魂非常容易死 这猴子的话第一波深渊定住 队友救不了 双方对于这个肉山盾要开团了 前面开悟反开悟 蹲人找人都没找到机会 小猴猪过来探一探 这边拉幻象探一探 敌法师还在下路带现 那个前哨战危机能不能抢一下 他们其实有这个想法的 先把这个前哨战绕过来控住 但是阿斯特也不会让的 这个前哨战 幻象在消耗 拿幻象在消耗DP的状态 然后把你英雄的位置逼走 下路兵线的已经上高地了 现在要把VG人打回来一个 找机会啊 就是现在运气是人是散的 踢了踢了踢了 女王踢了 女王漏了 但这边呢 女王因为有blink 她B两段的话 也就回到这边战场了 阿斯特这个阵容也不敢打盾 他们得等VG打盾 然后自己找机会开团才行 都不敢打 这时候就交住了 交了好久的感觉 开悟了 VG先做出了行动 他们这波没有选择迂回包后 是随着中路的兵线向前推移 艳芳的话在这边中路线上 还有包括他们野区进口处 已经做好掩位了 要动这个死亡线吗 这个路线的人 招唤物去带 三线没人 估计阿斯特这边也意识到了 五个人抱在一起 意识到了 猴子已经在中路漏了 都在蹲猴子 敌法师军绩已经反超了 但是买活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键开一下视野 想迂回一下 把对方那片的一个高坡视野给站住 很难啊 这个高坡不敢上呢 战鹰被踢掉了 中路兵线不好 得回去处理这个中路线 让敌法师去 打得很胶着 有多少时间没有打起来了呀 从 换一个长毛手 带那个二代盾 然后双方互换了一个酱油 英雄过后就没打起来了 对的 这两边挺近向的 都是不敢落单 抱在一起 然后核心刷前顶线 然后也不敢去忙冲对面的这个半场 因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视野 开物也只能蹲一个在线上的人 敌不动 我不动 阿斯特也想打防守反击 他们也不想去主动打先手这个区间 等着对面想来冲 刚才危机那波开物没有找到机会 阿斯特在开波物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这波他们是想 就是想控对方那片高坡的视野 然后找到机会打先手 但这波的危机 又是往中路转了 泡不开大了 他们往对方的下半区在压 主要都是五人物嘛 你只要一消失 线上没人马上就感觉到了 把对方这片趋势野控一控吗 酱油身上有眼吗 波波卡身上没眼 然后起了宝石 费德想反眼但不敢A 这片 天徽方眼被反了 知道对方英雄在自己高坡了 绕过来了 幻想来观望一下 看一看 撤了撤了 这个高坡 还是要让吧 让了 DP的位置被找到了 现在危机也不敢上这个高坡 幻想去打一下信息啊 看一下对面人在什么地方 历史身上也没眼了 这波猴子跳过来 海象身权真身找到 猴子要秒这个猴子 尼法师必进来 递出来了 尼法师是没有运锤的玩 他有小学 把这大招反弹了 可以 大招反弹把猴子给弹死了 漂亮呀 一个超声波大招 猴子居然是这样死的 这没想到太有戏了 开启BKB 一个反扎挪 没戳到 撤了这波 阿次要撤 但是危机想打 这危机说猴子买活 必须打呀 哇 这个法术反制 敌法师有运锤的 他最后弹的那个大招 把他弹死了 对 再出深渊了 还掉了个法术龙镜 这个还暂时没给队友 猴子其实已经是挺肉的了 我们开局说什么 这个阿斯特的敌法阵容是吧 就是看军哥哥 那现在阿斯特有一个买活上的优势了 只是DP没大 DP大招CD没好 现在倒是危机慢慢在往前推 他们想把这个团给开起来 敌法师要压一波中路的线 这个前哨战线丢了 没宝石啊 DI有睁眼 这个高台位的视野 他没钱抢回来 不想让 但最前排是个马尔斯 笑好 马尔斯被秒 还是新陈的这个先手厉害啊 把幻想打掉 现在敌法呢 有BKB有蝴蝶 他现在在算这个买活的钱 买完深渊的话是不够买活 要刷个买活钱 先分都还是买了 差不多了 卷轴 这个卷轴是在身上的 等这个深渊拿到啊 现在就是兽啊 吼谁谁死 因为VG没有什么反手的 救不了人 对 新陈呢 有个海鸣 他是有救人能力的 但也不是百分百的保险 40秒的时间 王氏林肯出了没啊 没做出来啊 还是太穷了呀 40秒的时间 然后自己正面战场 现在人数上有优势 看能不能 敌法师 深渊定 大女王 大女王这里也被秒了 闭嘴 谁谁死对吧 对 逼走等CD 利用女王独秒的这个60秒时间等CD 这波主要是把马尔斯这个买活给吓出来了 对 然后敌法可以补补状态 他先刷一下 运芒果 不回家 运芒果 等个深渊CD 然后等个技能CD 再找一波机会 空下金币服务 酱油专门运小金划过来 30秒差不多了 把下路线带完 可以往肉山坑那边 再找危机 开一波先手了 马尔斯没买的 猴子没买 女王这个买活是没有逼出来 但是逼了马尔斯的一个买活 就这样 就这样玩啊 一波一波来 等个敌法BKBCD 然后等个瘦王大招跟冰魂的技能 再来打一波 上路这波想动这个泡沫的 来了 网虫腿 跳过来 瘦王较大 冰魂跟大招 死 现在反正感觉瘀器也没什么办法好 破解对面这个办法 盘子莲花呀 只能这样 没出呀 再逼买 他们看要不要主动打这个肉山 好球稳 阿瑟现在就以这个套路 一招先吃便利 我不动盾 好吧 我杀了一个人 我也不动盾 现在敌P也是把西瓦做出来了 越来越肉了 对 就是利用刚才那几波对吧 就是杀人嘛 杀人之后 大家都有权 这波打盾吗 好像要打盾 瘦王大招还有多久 瘦王大招还有30秒的时间 海象神拳是有的 人数上有优势 对 这波主要有 交过来 这BPA把大招开出来 以大换大 以BTB换BTB 马尔斯应该是想要撤 被盯住了 到牛王一个大招丢上 推三个 那边是比较肉的 是的 稳了一下 这波是 深渊盯住DP 这个DP啊 DP被秒了 猴子再往前冲 欢迎我们刀 猫手被切死 冰魂也被锁掉了 三杀猴子 切死两个酱油 再往前冲 再往前冲 还能找兽王 贴身了 贴身了 真身 开启BKB 被动云有没有 这不是那个恶牛角 还在追吗 开塔房 冲了双子塔了 就要杀 插插插 大王好晚了 这里好像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兽王也满活 敌法师 被冲了 这个位置被定一下 逼走了 很危险 这一波就是 感觉马尔斯 是一种假开吹啊 就把这个新船的 技能给骗出来了 BKB啊什么的 而且这个马尔斯 开了BKB之后呢 又打不动他 感觉 阿斯特还是要打 这波打赢的话 这波主要是 这个不打肉山北的 还是要打 幻术师披风 专属 女王更新了林肯 猴子的话 现在是不够买活钱 然后是不够买活ZD 更新了个龙心 现在只有敌法师能买啊 这个敌法师 下波看能不能 卖一波 对卖一波 然后买活去打 全场唯一 因为队友都买不了的 对面也买不了 开悟吗 开悟 敌法师走前面 让敌法师去迈 中路 想找猴子真身吗 这波其实不太好找的 从侧翼迂回一下 没破误 中路是没有真身的 这个高台位 不太好冲啊 换树师披风 没下来 战鹰先开视野 跳海啸神权 冰火焦了 秒这个马尔斯 马尔斯 把招空了 有球球 两连推 秒掉了谁 秒掉了乌鸟 秒掉了力尺 幻影长保守真身 是被找到了 而且被沉没了 先逼过来 有没有什么被动冰之类的 有没有 吹了一下敌法师 递了一下 猴子没死 猴子利用自己 龙行在侧翼回旋 还在等 接上一个变阳 海啸神权再打一下 敌法师 想要输出 我这边好像死了 被踢了大骨灰 但是第一批 也被猴子给切死了 双方护切后盘 冰魂也被切死了 这个胖子 胖子把他吹起来 是的 飞风接见 敌法师被镜身了 刚才那个雪球 是不是把敌法 给带过去了 这个DP还是没有刚注 这个阵面 打盾 圣剑 圣剑了 圣剑了 诚哥不能死 诚哥要出圣剑 敌法也出圣剑 危机这两连推很关键 马尔斯没死 化解了对方 阿斯特最强的一波先手 对的 而且都是 这个圣王大给到的那个谁啊 给到的那个 马尔斯对吧 最肉的那个 对 猴子这波也没死 输出不够 空个盾空过奶 他是带着闪铃 然后要出盘子 这样的话 现在星辰很不利啊 嗯 敌法师没全买 然后猴子带盾又有买活 对 手高了 带盾这个期间 他们不会出去了 阿斯特队员不会出去了 而且 论这个拉扯跟及时回复啊 敌法师是不如猴子的 猴子有龙心 慢慢往前推 反下尸也要 对 现在对面这种带队的情况 其实星辰就 这个团不太好开了 因为首先女王有林肯 嗯 第二个是这个猴子呢 你也打不死 打他没有意义 只能打马尔斯了 他们这个酱油的双推推棒 也有说法 就是有破解这个 圣王大招的这样一个能力 嗯 像刚才如果 下一次阿斯特尔再打先手 兽王单体定位住的那个人 面向是冲着危机队员方向的 这两连推 又把队员给推走了 还能救 强血啊 现在星辰要赢 我感觉还是要这个敌屁能刚住啊 马尔斯三千一的血 这质量很高 这质量很高 护甲也很高 上高磨一下嘛 看一下考虑怎么讲 球稳 球稳那是阿斯特的队员不下高地啊 太误了 要去抓带线的人 要去抓这边的敌法家 受亡了 直接踢 历史专门做了个盘子 历史的盘子先出来了 所以现在星辰呢 感觉这个团不好打了 还是要带线抓人 嗯 4号卫生经济现在也有差距 一剑 这个剑也太神来之比了吧 PYW 这剑真的是神剑啊 可能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盲狙 嗯 它扫描都没用吧 对吧 没用扫描的 没注意 但是用了扫描能射中也很牛逼了 况且是没用扫描 没用扫描 没用扫描 这个是本周十家之首啊 太酷了 而且这射网买不了啊 PYW说我就是随缘射一剑的 没想到这树林里真有人 这下星辰难办了 开塔房 40秒的时间 真假眼 想要反 踢一脚 冰魂也被秒了 冰魂买不了 雪球没救到 滚进去了 还是包了一下 敌法师缺谁呢 吹风起来 敌法输出 但是能吸回来吗 打的是换线 先割一路 这路必须要跑 至少要等这个兽王火 对 有可能要割两路 割两路 打最后一路 对方现在后期拆得太快了 敌法师没有BKB啊 而且DP也没有BKB 跳毛扎 这波怎么办 救 救到了 救到之后呢 滚上来 深渊再定一手 能不能活呢 兽王大招 吼着是炮火 去满活 这波看一下 圣剑敌法师那个发挥 是一百遍 猴子在接对方 海冰 海冰死了 深渊再定 想要去却猴子 真身冰魂大招来了 大招给到这个 敌法师 猴子给打死了 但是接挖 接挖更高了 这个地方被一个挪瓦带走 敌法师没满 上剑掉了 鸡鸡 我们恭喜维姬 50分钟了 双方在这种中后半段 互相拉扯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开端机会 最终的维姬是靠这个神来之笔啊 换我们的这个PYW神剑 可以说是让VG的 好